来自南方都市宝宝宝 6月7号是世界食品安全日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抽检司有关负责人 就2019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回答记者提问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专项整治 餐饮食品、淀粉及淀粉制品的抽检合格率有所提升 都达到97% 尤其是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具情案 连续保持11年零检出